嗨,大家好,我是Rose,我又来了 昨天说了一个钱的话题 然后我就睡觉了 然后今天早上醒了之后 又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交流 是好多我的好朋友 他们给我交流 特别喜欢这一期 非常轻松 但是呢,就是又接地气 然后呢,又怀揣梦想 对,这有我一贯的特点 一贯的特点 是的,我的微信公众号叫体验大地 体验大地,就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就是我扎根在这个大地 泥土中 但是呢,就是 但是要向上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这个梦想是在这个天上 然后我的那个 这个 自己的教育公司的名字 这是柔木教育 柔木啊,就是 是出自圣经的 那么,我对我的这个柔木教育的解释啊 解读啊,就是 就是温柔 谦卑 饥渴慕 既可 木誼 这个 也就是我的...! 这个83 油管上 大家看的 看我的油管的首页 大概就能看到有这么几行字 跟石金霞老师拥抱自由和幸福 柔木教育体验大地 温柔谦卑 饥渴慕义 承受地土必得饱足 这是我的一个愿景 也是我的人生 还有我的事业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就是我的追求 其实大家看我的油管 也应该发现我的油管的特点 其实我很少追热点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闻 我会谈 但是我谈它 你也会发现 我基本上不会说 就是就这个新闻而谈这个新闻 我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做分析 然后评论 那我就是希望 我的每一期节目 就是若干年过去之后 大家偶尔打开一听 发现 还是挺有价值的 是的 就是我不想 我不想辜负我的生命 我不想浪费呢 就是神所赐予我的这一切 所以我不会去做迎合这个低端市场的东西 真的我不会做这些 就是为什么不做这些呢 因为我就是也是有职业病吧 也可能说 另外也是我在 我这个人呢 就是在这个精神啊 心灵啊 这个人格 这个方面 我其实是有一点洁癖的 对 就是我不能容忍自己去做 违背我自己的 这个人生的原则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做教育啊 做了快三十年了 那么教育这个事情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 真的啊 它是个反人性的事情啊 就是人性其实就像 这个孟子这个比喻啊 就是他说 人性啊 就像善 就像水之向下 是吧 水无有不向下者 所以人性无有不向善者 其实孟子这个比喻 是一点都不符合逻辑的 水向下 那是水就向他的下吧 水向下 怎么就会人向善呢 善是下吗 是吧 所以孟子这个比喻 其实非常不合逻辑 一点经不起推敲的 但是我这里拿它来说 就是说人性就像水一样 是向下的 真的是向下的 就是向下就是你你你大家想一想啊 你看 我们要但凡知道一个人说要他堕落了 你就会发现他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N次 这是我为什么前面我说过 我说家暴呢 你如果你就是你允许了第二次发生 对啊 就是说如果第一次啊 就是因为彼此还在磨合啊 出现了这种没有控制住自己 然后你没有把它处理好 你还能允许它再发生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那只有N次了就真的 因为人性的这种堕落啊 它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就像水要往下流一样 所以孟子这个水向下不能论证人性向善 恰恰是可以论证人性向恶 真的就是人性的这种堕落啊 就是他受到诱惑 他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诱惑啊 这个他愿意自甘堕落自甘沉沦 这个是人性的一个天然的 就像亚当和夏娃吃晋过 蛇诱惑他们就 他们就去吃了 为什么因为郑重下怀呀 其实是在蛇诱惑他们以前 他们就已经对那个 晋过跃跃欲试了 神啊 只不过是啊 就是用这个蛇 使人没有经住这个蛇的试探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内心里已经有了那个 所以他们面对神的啊 这个质问的时候 你看亚当说 你给我的那个女人 他让我吃的是吧 哎不仅是不是我的责任 你也你的责任 你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 他让我吃的 而女人则说是吧 是蛇诱惑我让我吃的 其实女人也把责任推给了上帝 那蛇也不是你造的吗 对吧 所以说真的是啊 就是人的这种啊 本性 他就是好意无劳的 他就是想走歪门邪道的 他就是渴望走捷径的 他就是不希望 就是辛辛苦苦啊 艰苦创业 他就是渴望 最好天上掉馅饼啊 直接这个 这个 发点横财的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人性 真的我们要承认他啊 所以我们做教育 做教育的人 做教育的人 如果要顺应这种人性的话 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者 你就会成为一个就是激发人性恶的 那么一个推手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老师 他不配做老师 是吧 他 他不教给学生 真理 是吧 他不教给学生勤奋刻苦 他不教给学生啊 他不受人以余 他只是教给学生一条鱼 他不教给学生去这个 走这个正路啊 去保健风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去魔力 是吧 他就教学生怎么搞提海战术 是吧 他不教学生啊 什么去我们一起研读经典啊 聆听这个来自圣经啊 来自这个诗经啊 论语啊 是吧 古今中外这些经典 他不他不教这些 为什么他自己也不读 他自己也没读过 然后他就给弄点小诗文 是吧 背点好词好句 就是这样的老师 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他没有去培植人性中啊 那些美好的东西 那些良善的东西 那些和人性中的堕落的东西去做抗衡 去做斗争 然后使人啊 去向着向着这个这个正确的方向走到生命的这个之路上啊 进入窄门 他不走这条路 他就把学生引向了一条不归路 一条绝路可以说啊 所以说啊 真的就是好的教育工作者 他肯定都是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辛苦 为什么要长白头发 为什么要有皱纹 是吧 为什么要有干眼症 是吧 为什么要夜不能寐 为什么要早早醒来 是吧 就是因为他有忧虑啊 是吧 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宁明而生啊 不末啊 宁明而死不末而生啊 是吧 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了吧 就是用范仲淹是苏州的嘛 是吧 这个 然后苏州呢 就是排了一部戏 林屋妇啊 就是范仲淹 其实这个林屋妇呢 是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很熟悉的 像我们这样呢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熟悉 但是我的学生们都熟悉 因为我在去年讲范仲淹的时候 给他们讲过啊 里边的名句啊 就是这两句啊 就是宁明而死不末而生啊 是吧 这个是由胡适拎出来的 胡适特别喜欢这两句 这也是表示了这个知识分子的不畏惧强权 不害怕暴政啊 这种要言论自由 宁肯死 是吧 也要维护言论自由啊 这个人格独立啊 这种精神 胡适他拎出这两句来主要是想论证 你看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啊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 是吧 就像鲁迅说的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那种啊 有脊梁的人啊 就有那种啊 不怕死的人 就有那种为名其名的人 是吧 就有这样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呢 现在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对吧 我们看那个新闻了吧 看到了吧 就是因为有这两句台词 这是你排范仲淹的零无负 你是不可回避的两句 这是零无负里边 最最这个 这个有震撼力流传千古的两句 但是因为这两句说是敏感 然后这个戏都被禁演了 我的天 这什么 有时候好像也挺怕领导有文化的 所以说你真正的一个教育工作者 一个知识分子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是不讨好的 你是不可能就是讨好这个普罗大众的 因为你要讨好普罗大众 就是他们想要什么 我就给什么 他们哪养 我就挠哪 是吧 这个啊 他们哪疼啊 我就给他哪 这个来点麻醉的 是吧 他们渴什么 渴念着什么 然后我就给他喂点什么 这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要做的事情 那是投机 投机分子要做的事情 那么是的 所以我可能就摆脱不了这个好为人师的这个毛病吧 就给大家随便聊这么点 就是说教育真的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因为我们人的成长是要成长一辈子的 所以它是一个窄门 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它是没有捷径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做老师的 然后呢 做文化工作的 教育工作的 然后呢 就是想让自己的生命啊 就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因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真的就是你会想我们 其实日常生活 我们就是在和我们的人性的软弱 幽暗 堕落 这个 骄傲 贪婪 这些做斗争 这是一条漫漫的长路 我们一起走 OK 当然 单凭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我们要倚靠神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每日读经 创世纪已经读完了 你可以 打开那个创世纪的这个 播放列表 从头开始听了 然后出埃及记 我们刚刚开始 我刚刚 刚刚录完出埃及记的第五章 我现在是在等着第五章转码 所以我就录了一个小的分享给大家 来加入我们的每日读经吧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哈利路亚 我现在已经听到这些东西 我读经读了 我读经读了 好